大家好 这里是台南大学特殊教育系 这是由台南博力恒儿童发展中心 职能治疗师王维庆 为服务对象所设计的发声器 不具的这一面 有四个键 可以由老师或家长 录下四句服务对象平日最重要的沟通 或者是诉求 小朋友只要推动摇杆 就能表达他的意见 服务的另外几面 还有电池的显示器 以及音量的调节器 这个服务用了一段时间 因为有两个方向没有声音 我们猜是里面的线路有短路的问题 我们只是想协助找出原因 修理一下 打开后 在复杂的线路中 我们非常敬佩 威庆老师在这个小盒子中的用心 不得已之下 我们决定由特教系硕士班陈俊佳同学 做出另外一个新的 陈俊佳同学仔细地量出了盒子的大小 并找出了合适的零件 之后 陈俊佳同学找出合适的零件 仔细量出盒子和各零件的尺寸 以雷切方式做出木盒 并以耐心画出整个线路图的结构 量出每条线路的长度 再以焊接方式连接线路 并将晶片连在盒子的内壁 使整个的盒子不至于太过拥挤 而做出了这全新的发生器 因为有了线路图可以依循 未来在摇杆制作上就方便多了 因为有了线路图可依循 未来在摇杆发生器的制作上就方便多了 至少跟正利建筑捡适合 最后依稿合一用 并不用 built 证度感谢 會用内容